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说 虽然很多男领导我很佩服 但是毕竟我就两次 比如说大学毕业到广东电台 然后从广东电台到凤凰卫视 在我人生这个中轴上起关键的引荐作用的那个人 都是女士 是吧 所以女人真是带给了我一切 所以真的是我是诚心诚意的 要跟他们一块过这个 关键你们为什么男的都是领导呢 我们都是干活的人 没有 女的是领导 要我的都是女领导 要我的都是女领导 对对对 所以小莫也是特别爱女人 结果六四婚嘛 结果六四婚又七个老婆 对不对 四个老婆 四个女人结了六四婚而已 四个女人这怎么算 我跟同一个人结了三次 等于四五六是同一个人 哇你这吃回头草 然后再吃一次 对对对 这也算是中心男哪 对对 是吧 好家伙 他的这方面男女的这个故事很复杂 而且这个小莫原来跟这个日本这个道上的都有很多关系 我最近刚看一个新闻 说山口族分裂出去一个神户山口族 然后发生多起枪战 对 天天都有几乎 说是最近日本警示厅准备怎么样 采取一个什么行动 是不是要驱逐他们还是怎么样 不是 因为这种不能 就是一棒子打下去取缔他是不行的 因为他是合法存在的 但是他们只要发生了案件和刑事案件就可以抓人 实际上他们分出去对他们反而就减弱他们的势力 他们本来是两万多人 现在变成只有一万多人 再分出去每天打和斗的话 警察就有可以借故去抓他和管理他了 就是当然咱们还是关心一下咱们白社会的事 咱们白社会正在中国 空气飘扬的两会 开两会 开两会对吧 所以我真的是要祝贺妇女节 而且正碰上胡灵对吧 两会这个美女记者那也是一道什么所谓 每次一说我就汉言 你知道吗 我都跑两会十多年了 我终于混出来了 然后开始说你是两会的颜值担当 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 你应该笑 但是待会儿你就哭了 因为实际上这个颜值担当呢 我们是准备了一条片子 里边倒也没有你 前面一样就帮我聘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早我们凤凰一个挺出名的事 就是朱镕基那个时候的总理 点吴晓丽 一点而红 点吴晓丽提问 所以争这个提问权 是个不得了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一次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一个评论员 杜老师 杜老师这颜值 差点差点 他是为了他的黑来沉通我们的白 对对对 还有胡灵 俩女记者吧 对 还有我和雷宇 对 因为那天我看了这个记者会 你知道这个记者会上啊 出来了一个男的 那比女的能抢 这男的成了个网红 现在成了个网红 我那天看记者会的那个直播呀 我觉着这哥们怎么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亢奋了 那个当时发言人是傅盈嘛 我就看一个人在这儿 啪的叫休 我说还没见过这么提问的 这事也就过去了 过去了 后来呢 我看见我们去那儿的那个杜萍 这个评论员 他写了一篇文章 竟然写到了这哥们 叶老前辈 他姓叶 是吧 你看 他最后得到了提问的这个机会 然后呢 你看杜萍到最后这个文章写的 我也很有同感 就说 怎么说呢 你看这个杜萍这文章就说 他说我的反应很迟钝 不知道该祝贺他 还是应该怎么样 所以只是给他一个微笑 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记者 不管在国内外 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前辈 我心里其实很矛盾 不知道怎样恰如其分地评价他 论态度他对我很热情 很友善 论冲劲 这位前辈还真有令人尊敬之处 可是若论其他种种 我就不好多说什么 比如说 规矩二字 毕竟是做人 做记者最起码的素质 这个所谓何来呢 当然它是属于澳大利亚一个媒体 对 新快报 但是让我们了解也就是 可能在很多超市 免费向华人去发放的一份报纸 然后听说这个新快报 这两天还给你们打电话 特别火 各种感谢我们 你知道吗 你们骂他还感谢你们 因为我们澳大利亚有记者 特别转发了他们新快报的老板说 听说你们最近在帮我们打这个口水战 我们要对凤凰卫视表示衷心的感谢 然后我们 什么人 然后又说你们这个杜萍老师 这个谦谦君子肯屈尊和我们这个叶老来这个过招 然后让把他捧成了网红 我们各种感谢 我们新快报也从此成名了 你知道我们就很无语 你知道 那没关系 咱们再捧捧他 再捧捧他 因为我觉得小木啊 你看你也是海外华人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人 你说说那天 你给大家 你能不能用两分钟的时间讲讲那天 到底怎么回事 很复杂 我很气愤 真的是很气愤 但我觉得杜萍老师那篇文章 他很晚才写 当天晚上 很晚的时候 大概十一点多钟 他写完了 发给我们看了一下 然后我们第二天早上才开始有转发 然后其实那一天的话 我后来一直在说杜萍老师 我说你不能太这么谦谦君子 有的时候吧 对一些这些 你还是要拿出自己的底线来 就比如说他要进来强强我们的座位 不是 你从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 稍微有点长 我们当时因为很快就要开记者会了 我们的位置呢 的确是离主席他很近 我们很想争取提问的机会 这个时候呢 叶老前辈就挤进来了 他很胖 大家没办法了 就挤进来就说 杜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就感觉就是你的老朋友 我们一看杜老师老朋友来了 我们就稍微让他一下 就说那个我必须得提问 要不然的话 领导不给我发奖金 您这座位让我一半吧 我们说开玩笑的吧 这位老同学你知道吗 没见过 但以为就是玩笑 杜老师还跟他含暄说 你好你好啊 怎么怎么样 最后他就开始 真的是要把他的屁股 放到这个杜老师的腿上的时候 我们说 我就傻了 我说您不能这样吧 这不合规则 每一个记者就一个座位 你没法挤 您要真提问 您早点来 然后立马可能 我就比较那个什么 他立马就说 你这小女孩 你怎么能把这个矛头指向前辈呢 你不能这么对前辈说话 我特别痛恨别人拿前辈来 来那个什么 我也十多年了 我也能算一较前辈 咱们只是长得年轻 后来因为他就始终在那纠结 就不行 就非要去站那半个座位 然后因为很快就要开记者会了 他就跟杜萍坐一个椅子这样 他就想跟杜萍 说白了就坐杜萍大腿上 再不行 我把我的腿给他半个呗 就这样 后来因为他反复再强调 你不能去针对同行 你对同行 有本是你去针对翻译人 或者针对规则 你不能来针对同行 我就觉得您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些要求 后来就说您还是到后面去吧 要早来早坐位 没有坐位 您就只能守规则到后面去 然后可能就有一些口角 后来实在看不过眼了 然后可能大家就把它给 基本上轰出去 后来他还真抢到了提问的 因为抢到提问 说白了 我十多年记者会 我没见过这样的人 因为他就一直在后面喊 一开始喊给澳大利亚记者一个问题 也有喊的 但没有说反复这样喊的 到后面是直指说 傅盈给我一个问题 傅盈提问 所以说后来没办法 傅盈就自己 那你点一下他吧 那你就跟我提问吧 但下次不要直呼我名字了 所以说那整个过程上演完 我们说白了 我们都抓了一把汗 甚至还提傅盈抓了一把汗 这很没有规矩 这种人其实在海外的华人很多 所以因为他尽管他到了海外 但因为他没有入乡随时 没有学会这些规矩 然后老用在中国的这种恶习 他回到中国还是做同样的事 哪怕是记者 我觉得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记者 既然是前辈 对晚辈怎么样去做一个榜样 去带你 结果他把这些坏事 还觉得在你面前应该表现 你还得去尊重他 就没有王法 这感觉是给老人要让座位 你知道吗 这个感觉 他跟杜萍谁岁数大 他应该 我觉得他俩差不多 我觉得 是吧 这位前辈 当然他本人不在场 咱们这么说他也不尽公平 对不对 他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不如 就还原现场那一幕 咱们有这个视频 可以看看他这个 你又把那碰碰 奥大利亚那个 我也认识他 让他提个问题 谢谢 但是下不为例 不要在现场这么喊 谢谢 好 请你提问 再不许提我的名字咯 对不起 老朋友就是有关照 谢谢 我现在是澳洲新快报的记者 我代表澳洲新快报提问 我在大陆的时候 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老记者 我的实相在那 把镜头给我 我这个提问 对那个发言人非常重要 傅盈女士在90年代的时候 在澳大利亚 做过一任全权大使 我到澳洲的时候 她离开已经很久很久了 但是现在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政府官员 还有海峡两岸的华人 对她内建认上 都有极高的评价 我要转达这些人 对你的问候 好 傅盈 你好 这是问题吗 不是 下面是问题 我问一个 有关人大组织建设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人 捧不捧红啊 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 是我特别熟悉的一种人 你明白吗 这个人就是 这是一种人格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好像过去也是在 这个北京工作的这个媒体 对 教育电视台的 教育电视台 就是你知道吗 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种人呢 我觉得他就是 在中国人当中 常见这样的人 甚至啊 我的朋友当中 也有这样 就有这个范儿的 当然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呢 有的时候你甚至也可以觉得 他挺可爱 但是当他在这种 公共社会里的时候啊 你知道他有一种冲劲 因为我觉得挺好玩的 这么一种人格 就比如说 你看过去有句话 叫戏比天大 你看黎元行里就有一句话 叫戏比天大 但是还有一个 令人尴尬的地方 是你的戏份比天大 还是整个的戏份比天大 你看有的时候 在我们生活中 你觉得有一种人就是 我的事比天大 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 正义感 或者天然的这个 这个藐视 所有 对吧 就是 我常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常见这种人 一来 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 来来来来 我 对吧 我必须得提问 摄像机要对着 摄像机对着我 而且就是说 他那个理由啊 你会觉得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 是无敌的 就是说 我要得不到提问机会 我的工作就没了 我要得不到提问的机会 老板就不给我报销机票了 老板不给我工资了 你说我能 不让我提问吗 就是他觉得他个人 简直是用一种使命感 来对待他个人 实际是他一个私人的要求 你觉不觉得中国社会里 这种人常见 自我意思太强了 特别自我 实际上这种人就是 在日本的话 是根本就 你就吃不开的 不需要这样的 因为都是团队精神 如果你一个人 英雄主义太强的话 都会被人家讨厌 只有在日本有一种人 那也是非常 自我意识强烈的 那就是右翼 这有意思 右翼上街 高音喇叭 就像刚才那种表现 对待我 你全世界听我讲话 那种感觉 在大街上乱喊乱叫 所以警察 当然他要申请 申请了以后 可以到街上 可以游行 可以在一个固定的车站 拿着高音喇叭 乱喊乱叫 但一般是一个小时 或者三十分钟规定 那个时候 你看那种表演 简直那就不是日本人 你就觉得是 另外一个种族的人 你看小木 你是湖南人 有时候 他们过去 有人讲湖南人的性格 就叫霸蛮 霸蛮 还有就是说 是拉丁人 你知道吗 就是我很难对 这位所谓的前辈 因为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我只是感觉到 他这个范儿 让我很熟悉 有的时候 你怎么说呢 你像 他是热情 他有时候热情 也是爆棚的 对 明明不太熟 哎呀 你就是 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那时候脸不打笑脸人 对吧 不能打笑脸人 就是好像 而且就是亢奋 这个人往往是亢奋的 歇斯蒂蒂 而且觉得是 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为我让步的 对吧 哎这样一个人 你觉得在 就说这个华人到了海外 是不是有些人 还是用这种性格 没错 但是那会跟周围环境 很冲突啊 对 你比如说跟日本 我觉得日本正好相反 另一个极端 我觉得日本人是不能想马 非常要注意别人的反应的 你要到在日本的集体生活 包括他从幼儿园开始 一年级开始 培养就是团队精神 一起去端盘子 送饭送菜 或者有中餐嘛 一起做饭 日本的小学教育的是 你怎么生活 而不是单纯的学 树里画这些东西 所以他总是 大家怎么样生活 一起的生活 所以在街上 你还没到过日本对吧 我到过了 到过了 日本的街上 是没有喇叭声音的 汽车没有声音 大家在电车上 不会打电话 你看不到有人打电话 如果有人打电话 一定会有眼镜斜着看着你 所以安静干净 这就是一种 一种规矩 一种井然有序的东西 所以像 很多中国人 一到了中国 到了日本 就爆买的时候 就会引起日本的翻感 爆买这个词 其实并不是一个 爆买词 是个贬义词 所以你看什么的 所以跑到日本去买 那说明中国 首先是我们没有 所以跑到那里 表面上看上去日本说 给他们带来的 这个GDP 给你带来的钱 但是老百姓 并不高兴 是因为什么呢 不单是 把他整个店的 一条船 把整个岛上的东西买光了 而且还有声音太大 假话的声音 习惯 然后不会去 只有自我的话 在路上 三个人并排走 这就是自我 日本一定不会这样子 就是有这么一类人 就是你甚至会想到 比如一到日本公园 曾假就上了树了 他觉得他的事比天大 而且就大臣叫庞若无人 对对 我有时候会觉得 你知道吗 胡灵 我按说我也是 哥哥我也是学新闻的 对 我是当记者的 所以新闻人 你看这些事 比如说这规则 或者这些 你会觉得这怎么办 不是你知道 我很早就知道 我干不了你这行 我当年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实习的时候 就去采访两会 在门口等过 我就发现 我的性格是什么 那代表一出来啊 我是哪凉快 哪待着 就是参加记者 冲上去了 我疼我就闪了 你知道吗 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甚至于就是 我常常跟他们讲 你比如说 这枪枪三人行 跟你们新闻采访 有什么不同 我有一次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你们采访啊 是希望别人说出 他不想说的话 我说我主持人正相反 我就希望你说他爱说的话 甚至我有时候 还跟人家嘉宾讲 我说你不爱说 一点都没问题 你说完了 你要觉得你讲错了 我给你剪掉 因为我觉得 当一个人 讲他爱讲的话的时候 我喜欢他那个状态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 干不了记者 就是我怕让人为难 我觉得他 比如说你今天到我这来聊天 要是你不愉快了 受伤害了 或者说被冒犯了呀 我是这个性格的人 但是我又从令 我这个极端也不好 就是做不了你们这个工作 你们这个工作就得敢冲敢打 但是你觉得 你们这个行里 是不是也得有个道义 或者规矩一种潜规则 我觉得规则是必须的 我们都说潜规则 但我觉得是规则 全世界都一样 对 而且就说 其实他这个事情 出来之后的话 我后来又在想 因为我微信上面 后来回复了这个事情 也有很多人在说 你看你们好多记者 就是自己不能提问 或者提问了 都不是我们想问的问题 就你们太守规则了 你看这个老记者 不挺好的吗 你看至少他问了 刘元的问题呀 或者他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个悖论 首先我觉得 无论是记者还是人 你都要讲规则 做人首先是要有底线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必须的 你不能说北京堵车了 那我们大家都 走应急通道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同时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 最后伤害了 我觉得其实 网红我觉得是一方面 其实他的后面 对于我们整个 你本来在大陆 这个环境 做新闻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 挺大的伤害的 你说这个 我就觉得就是 我想起来 这次有一个朱征夫 我特别喜欢他 这个朱征夫 那是我的校友 我们五大 他比我大几岁 算我师哥吧 我真是 我想请他来 做节目 这种种原因 他不能来 我就觉得他的这个提案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有些话 我们想说 可是因为不大懂 所以经常不改说 也不知道 说了合适不合适 而这次 朱征夫 他是作为律师 这就叫 依法依规依理 他提出的这个提案 正是我心里 一直疑惑了多久的问题 就是说犯罪嫌疑人 让他到电视上去认罪 他说这个事要慎重 因为除非你就否决 刑事诉讼法里边 那么明确的一条 只有人民法院 审判了 判决了 这个人才是罪犯 那么在他是罪犯之前 他在电视上认罪 而且还有一个 你看这位律师 就是说 单凭口供 定案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就是说这个人即便是出于某种原因 你认了 你认了都没用 你还得有人证物证 得有别的证据链 对吧 哎呦 我觉得我这师哥 哎 绝对 是吧 因为大家在说这个朱征夫 因为大家真的原来都不知道他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吗 至少之前的两会行 大家没有太多的关注点 但这一次 他也是提出了几条提案之后 意见应该是 一下子 因为特别媒体报道 然后媒体在梳理之后 一下子就他一夜爆红 我真觉得两会太需要这样的人了 因为可能我们 有的时候 大家开玩笑吗 就是你们一天到晚 这么忙提早贪黑的 你们到底报道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对吧 你们好像记者也在 你看两会期间 比如说穿红衣服 各种博眼球 美女记者 然后那个委员代表们 原来也是啊 各种这个名牌 现在不敢秀了 对吧 但是就是说 好像就要不然就雷人提案 要不然你就干脆不说话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就做了这 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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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小牧我不知道 就是说 我觉得有些人呢 他们会成功 在中国这个社会 我有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说老是人 你成不了功 就是你像有些人 有时候我还怀疑日本人 怎么才能成功 我觉得你看 你老怕让别人为难 老怕冒犯别人 老怕让别人不舒适 老抑制自己 老不勃就出不了位 老克制自己 对吧 你比如说同样是记者 为什么我说 我就干不了这个 那咔咔咔上去抢的 那这确实就得到了 你怕 那可能这些是 在中国这个环境 特定的环境 我想全世界应该是共通的 不管是美国 日本 哪不是在澳洲也是一样的 我想应该还是 总是有一个共同的规矩 特别作为新闻人物也好 作为媒体人 作为知识分子也好 这点规矩都不懂的话 但是可能只能在中国 这种环境还容忍了它 还让它去做了这些事 在日本是可以把你赶出去的 如果你大喊大招的话 对吧 影响了 那就是在凡人家的时候 马上就拎出去了 还让他提问题 我觉得这太容忍了 这本身这个国家 整个这个环境就不对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存在 所以我们该永远的东西 没有永远 不该永远的东西 他用了这件事情 又去提醒了 包括他刚才说 微信上有人说他 你干嘛没有提 他不是提得很好吗 你看 就会有这种反应 你会觉得更可笑 这就是中国这个教育 就从小的 整个一个大环境 都变成这样 其实日本就不一样 就所以我们的公共场所 经常是喧嚣的 大嗓门 大嗓门 就然后就是 就是对意识到 意识到别人的存在 这是不是一个文明的 一个特征 对 其实说到不麻烦人 那个李淼 就咱们住日本的记者 说了一件事 我特别有感慨 他说他的小朋友 去日本的商场 买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碰了一个杯子 然后他跟别人道歉 然后社会员说 哎呦 这是我们的错 我们放置得不合适 然后也没有商道小朋友 然后后来就 对方还道歉 这样我也有小孩子 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面 我的小朋友到餐厅去吃饭 然后他们放了一个 所谓的装饰品石膏像 在一个很低的椅子上 因为小朋友跑动嘛 不小心把那石膏像打了 然后我赶快去赔礼道歉 然后说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然后他说翻出了一个价目表 告诉我哎 这个石膏像我们买的 然后是780块钱 你要给我赔这个钱 不行的话 你们今天就不能走 怎么怎么样的 把我气的 然后后来我说 你们没有一个人说 问小孩子伤到没有 或者这些部分 反而我觉得 哎呀 我得赶快把那钱赔上 要不然我们就走不了了 然后结果我上淘宝 一看那东西就100块钱 然后我淘宝赔了他这样 其实这个事情 我一直在记着 对 在日本也是 你不管是别人撞了你 还是你撞了他 所以根本就不会因为撞人 在街上会吵架 是根本看不到的 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你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 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场合 国际场合 这是国际场合 这么一个 你再是代表澳大利亚的 什么什么报纸也好 你还是个中国面孔在那 你还是个亚洲人 多没有脸 对 我觉得很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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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实 对 到了日本的话 这种所以很多中国人 他不入场随俗 待了十年他学不会 还是学不会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反正就很难说 我们好像是一个 就是吵吵嚷嚷 对吧 有很多人在这个里边混了 也很容易这样混出来 对 就成功了 对吧 对